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有讲到行销观念的演变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稍微看一下 行销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呢 只要再讲这个 行销的基本概念 从need, wants, demand, product-transaction.market 那这里就讲需要是什么 不对 我就按enter键那整个都关掉 需求 对不对 那需要 需求跟我们的欲望两个有什么差别 我们考试搞不好会考你 主要是要根据有没有购买力的来看 对不对 有购买力的话才是会构成我们的需求 那有需求的这一群的消费者 就是你的市场 这个市场多大 主要是看说你定价多贵 多贵 对不对 所以同学 有时候你要赚钱 不是说东西越卖便宜的话 你就一定会赚钱 对 市场这个价格还有 有时候你定太低那 你大概只能吸引那些想买便宜的 那你的利润又不高 偷偷你就会赔本 那如果说今天同学你就很简单 我今天我的定位比较高价的 我做品质好一点的 你利润高 然后也蛮多人买得起的 那这样的话你利润反而会好 所以这样主要是看这个市场 你是针对你的目标市场 所以 我们回头看这个HTC 它的目标市场是什么 我觉得它还是混沌不必 所以它现在 其实台湾人知道的 HTC做的手机 因为你们知道全市最早做出来的手机 是HTC最早做的 他们做的最早最早 所以在HTC上 他们做的智慧型手机 其实quality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它行销的部分 可能还是不是做得很好 定位也没很好 所以听说台湾市场又回来了 台湾人很多人又回头来买HTC的手机 也很多 对不对 就做交换 然后做交易 市场 所以 什么叫市场 你们不是现在在学行销吗 就是说有购买力的 就是有需求的 这个特定产品的实际 购买群或潜差的购买群 所以这个市场很大喔 对不对 我们在讲这个 市场很大 市场很小 现在很多人 跑去做生意啦 他说要卖什么东西 结果你没有发现 他做的这些东西呢 他做的这些东西呢 市场真的很小 因为真的有需要的很多 你不能说我需要就代表他市场很大 你不是代表大部分的人 懂不懂 如果你是代表大部分的人 都有这些需要 那当然就没问题 这样同学知道这个意思喔 市场 的概念喔 那行销的 呃 概念就是一直在转变 刚刚以前的人 只要有生产出来 因为物资缺乏 一定卖得出去 对不对 好 现在啊 这东西我要讲求安全的 你不够乱加什么 有的没的 对不对 好所以现在完全不一样 观念都完全不一样 好 那再来 开始有产品的概念 我要生产什么产品的消费者 诶 再有销售的概念 好 行销概念 大概主要是要讲到 这个Customer Certification 还有Customer的这个 呃 Demand 他的需求是什么 行销的概念 那 社会行销概念 又 这个另外一个 一个场子 慢慢慢慢讲到这个 企业社会的责任 我昨天听一个泰勒演讲 他说 很多东西当政府来做 完全都没有效力 对啊 完全没效力 而且做得很差 很多钱都浪费掉了 像我这次执行这个 学校很多计划都这样 这个东西不能买 这个东西不能买 这个钱的利用上面 非常没有效力 所以有时候是让社会 企业来做会最好 对不对 所以开始我们有销售 刚开始 呃 销售概念跟行销概念 刚刚不是有讲 好几个阶段吗 它的差别在 销售概念是 我有工产 做出产品 我去推广销售 然后来得到利润 那行销概念就不一样 对不对 你要先看你的目标市场在哪里 然后再看这个目标市场 它的客户的需要是什么 好我们再做整合行销 好满足客户的需求 对不对 满足它的需求来获取利润 好差别就在这里 好 销售就慢慢转为这个 满轮行销的概念 好 那行销的概念里面呢 呃 我们其实最终的目的 好 以后慢慢慢慢会走到这个 社会化去 好 其实你会发现台湾现在慢慢走向社会化 对不对 欸包括那个 保险的概念就越来越流行 对不对 包括那个汽车强制选 那真的是社会化的概念 啊干嘛啊嘛 不过我像我很守规矩 我干嘛一定要投保 它有人不规矩 规定要投保 对不对 这个汽车强制选 欸这样汽车强制选 我发现我每一台汽车 我一年要聊一千多块 最少 啊事实上你用不到 对不对 但是你是等于捐出去 给那些临时有需要的人用 对不对 这个就社会概念 好这个就慢慢讲到是 社会概念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在未来的这个学校概念 慢慢走到这个 社会化 社会化 所以你们知道以前都讲这个 共产主义 那其实共产主义 那是太极高理想 那不太可能 最多最多是走到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像欧美 他那些国家 像那个挪威啊 他们真的是很好的福利国家 是一个社会化的国家 老师到挪威去才知道说 你们知道挪威失业的 给你补助金 跟老师的薪水是一样的 哇 你知道嘛 齁 对啊 那我听他们讲说 校长领的 最后领的钱 跟工友领的钱是一样的 没有 校长很有钱啊 就要缴很多的税 那工友的钱比较少 对不对 他缴的税比较少 所以刚才算一算 哇 他两个领钱领 不会差太多 齁 就被你说他们这种社会化的 那我们的行销概念 慢慢会走到社会行销的概念里面 那 真的有呢 老师 你们可以去把这个社会这个字打下去 Social 啊 你去找那个TED的演讲 你们知道什么叫TED 老师有没有讲过 有 对不对 TED的演讲 那里面就有讲到很多 Social的一些 呃 Duty Enterprise duty 就是企业的 Visnes 呃 企业的概念 那行销哥 就像刚刚就是有讲到几个嘛 喔 品牌管理 客户关系管理 这些都算是 喔 慢慢看你是走到哪一个level 齁 那我们现在一般的小龙 大概只能做到这个生产导向 他菜种出来那就不管 他就给什么 运销合作事 有时候 是人家那个 欢啊 患子 对不对 那些小商 小商家 小商家 过来收你的货 就批发商来收你的货 就把你载走拿去卖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他还要行 呃 运输的成本 行销成本 销售成本 什么 那这样子 卖给生产者那边拿到的价钱通常不高 所以你如果生产导向呢 当然 通常 你的利润就不好 就对了 所以呢 所以到生产导向他主要科技 就只会 大量生产要做运输而已 销售导向可能用广播的电话来做销售 那品牌管理大概就会有电视啦 资料库啦 对不对 大型电脑啦 我的客户都在我的资料库 所以可以对他们做行销 我可以辨识什么客户 可以推敲不同的东西 用电脑系统来 那 所以网路行销构成要素主要就是 行销的概念 经济学科技 把综合在一起 就所谓网路行销 那网路行销主要做到哪三个方面 回答 数位化 网路化 网路化 还有个人化 要记得 网路行销构成的要素 最后 他是有行销 经济 科技 组成 对不对 那你要做哪三个方面化 一定要数位化 一定要数位化 对不对 网路行销一定要数位化 他一定要网路化 对不对 他一定要个人化 个人化是我们对他做网路行销 是针对这个人的 他的喜好 那你去对他做行销 这样才会得到最好的效果 你们知道mail 一次花了几万mail google会把你当作这个 垃圾信就丢掉 所以你应该是要做行销的时候 分批分阶段 我这一批下去 我是针对 我要卖什么东西 我是针对这一批的人 去做行销 那这样效果最好 不是说我全面的 对不对 那干嘛你要卖那个 什么 我讲什么 我随便讲好了 代安分内衣 我是男孩子 你卖我这个做什么 对不对 这奇怪了对不对 对不对 不好笑吗 对啊 本来就是啊 所以你要 那你要把我辨识说 这是一个爱不要那个女孩子 那我们就行销这个东西 卖它 那这样就会比较对 好 那各位同学脑筋动一动 写程式都不是问题 你只要把你需求告诉 好 告诉技术人员 就像我一样 你跟我讲 我就把你写出来 好 同学有没有想过 我怎么知道他的喜好 现在的电脑 他帽子点哪几个 有没有 我们其实 从点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搜集 搜集说 这个人他到底喜好的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mining 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这个人 他对哪些产品特别有兴趣 像那个亚马逊书店很厉害 你有去点过他了 他都知道了 他会给你主动推销 电脑系统来主动给你推销 所以你今天来买 我可以给你打9折 8折 这样很棒的 所以行销的效用通常是 不只是形式的 地点也有用 时间上 资讯 价值 这个 Possession Utility 就是所有权 的效用 数量的效用 数量随时可以改变 还可以做组合的这个行销 组合行销是 同学最有名 对不对 我卖鸡牌旁边卖 卖那个冰的 冰品的对不对 欸 卖饮料了 我们就说 欸 你来我这边 买鸡牌 你到隔壁商店去买那个 饮料 好可以打7折 对不对 旁边的饮料都买7折 这就可以包起来 对不对 这叫综合组合的这个行销 那就特别有用 尤其那个 呃 旅行的有没有 其实最有用 对 最多就是有所谓一个套票啊 我到欧盟去他们常常有一个套票 有没有 那个套票给你每一个站去玩 加起来很便宜 因为你看算算 如果你一站一站去买 哦 那就贵了 对啊 对啊 所以同学要记得 就是说有的商店卖东西 他们也是组合的 对不对 所以说可能是卖这个杯子 但是这个杯子我可能跟什么东西一起组合 你来买这个杯子 或许这个杯子不赚钱吸引你过来 但是我旁边呢 还有卖什么东西就吸引你来买 那组合在一起 那当然就会划算 那行销的目的 我们主要是要做几个 同学 呃 我们行销的目的大概就是消费 让你 哇把钱都掏出来 对不对 哇你得到最大的满足 你很多选择性 对不对 那生活品质极大化 改善人类生活的品质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日本的表 星辰 这几年很赚钱 为什么 他做出来的东西 很合乎大家的需要 像同学没看到老师买了这个表 叫光动能表 那光动能表就是说 你戴在这个表以后 永远都不需要换电子 那换不换电子 为什么差很多 你们知道这个手表只要一被拆过 那个精密度就差很多 比较容易这个 水会跑进去或什么 那 那代表说以后你有这个表以后 完全都不需要换电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主要 看看你的诉求上面 是不是行销的这些目的 各方面 是不是可以得到生活品质的极大化 那这个行销的演变 就从行销1.0到2.0开始 以前都不是靠推销眼去到处去跟他推销 我现在发现任何很多地方都这样 而且卸腿推销 对不对 很惨 像是电视新闻要报导出来 有一个保险 有几个保险要到校园去推销 人家不让他进去 不让他进去 那就被人说 有点面子挂不住 就跑去跟人家吵 好好笑 现在你要去做推销 这种单方面的one to one的 这样面对面的很困难 因为我对你又不认识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假的 真的要假的 对 好 那取得信任即使 反而是变得非常重要 好 免数的行销为什么重要 同学没想过 免数的行销为什么重要 有一个信任的关系在里面 对不对 你像比如说你的朋友到什么地方去 他对这样印象很好 他破在脸书上 你看到以后呢 你就知道说这地方真的不错 因为这是你朋友讲的话 对 而且有去过是当场限制 就可信度就提高很多 对不对 那这 当这则消息是非常可贵的 非常好的 大家都会分享出去 你分享 我分享 就会变成像那个 网路一样 像病毒行销一样 一个感染一个 很快就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 在网路行销时代 真的不能做坏事 那个做坏事 一上网上去的话 很容易就被传开来 对不对 那个礼拜 礼拜六还是什么 不是礼拜六 礼拜六 礼拜天是 礼拜六礼拜天是 是台风 我什么时候去了 然后是 礼拜二 礼拜二好 礼拜二 礼拜二 那我好像是礼拜六去了 我到杨美去住那个 东森的温泉酒店 温泉山庄 那我后来到杨美 龙毯去吃饭 你们知道说老师在结账那个 儿庄的柜台 你说你是丁老师吗 我说是啊 他我认得出来 他是我以前的学生 所以你知道 这个当老师也是一样 学生多的话 有时候也不能做坏事 也在这里 对啊 还好没做坏事 只是结账而已 所以以前的行销1.0 大概是中央局前四的 他有的是单方面的媒体 讯息的轰炸 对不对 那行销人员就保管 控制了一对多 对不对 以电视为主 行销人员 能够统计的社群 但是 现在的行销2.0就是 没有什么中心化的 对不对 慢慢慢慢就是 有脸书 大家慢慢慢慢 向病毒行销去出去的 那制造价值跟消费者 更加感情就对 提供价值交流平台 这种是多对多了 那媒体是中立的 你如果说 媒体慢慢就是中立的 就是让创意想到合适的接触点 那你行销内容 大概不只电视网络手机 这也是有可能 那行销内容 大概就是 不只是行销人员 要跟消费者去拨感情嘛 所以等于要互动 对不对 然后你可能你的产品 一定要属于你自己的那个社群 懂吗 你的社群是属于哪个社群 显得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老师刚刚 今天的课程 同学还记得吗 我开中民意都讲 以前的是什么 产品导向 现在开始是什么 这个顾客的导向 以前是我终于做出来 我就推销给你 现在不是 就是主要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 我来再做东西 再制造东西 那以前呢 在乎到价格 对不对 现在最重要是要重视这个价值 对不对 你提供这个价格 你到底有没有那个价值啊 对不对 就像老师要去买衣服啊 先生你大概要买多少钱的衣服 你知道我通常会怎么回答 那看你的衣服 有没有提供多少价值给我 对不对 你如果价值不是很高的话 你卖给我很便宜 我会接受啊 对不对 我可以考虑 因为有时候衣服 想到说我们来出 我们是随便穿的时候用的 对不对 那有时候我们比较正式常 要买好一点的衣服 穿贵一点的衣服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概第一个就是会想到 你提供多少价值给我 我预算没有上限 看你提供多少价格 价值给我 这是真的呢 老师到保护公司他们问我说 你的有没有多少预算要买衣服 我回答我都不故意不讲 我只要买几千块的就好 我要买几百块 不会这样讲 对不对 那以前是单项沟通 现在是双项的 你要去行销这些东西 比如说你有粉丝专业 顾客有时候会在你的粉丝专业上留言 你要去回答人家 是不是 所以做网络行销有双面认 你做不好 像病毒一样很快就 把你的品牌就淹没掉了 所以要特别小心 所以以数位科技来创造 新价值的这个曲线 显得就非常重要 那网络行销 基本上 网络就Internet 行销是Marketing 对不对 然后 加上它的管理红豆 就是所谓的网络行销 所以我们这门课同学就记得 它是Based on internet的技术 那你有一些行销活动 就是你现在不是在学的 行销活动里面 通常你会设定你的行销的target 然后我们做STP 什么叫STP 材料 就 gdy行销程 就说你的目标的市场区格 在什么地方 HPC õ 一个target sugmentation 啊…target Initiative Partition还是什么 等一下会讲 然后我们做SDP完以后 我们就会订我们的4P跟4C 什么叫4P 价格 通路、产品 还有行销、promotion 促销 那现在慢慢从4P都在讲4C了啦 比如说像以价格来讲Price的 我们要讲是 我们提供给客户多少价值存在 就cost 你的价钱就是你 他要付出多少cost出来 那行销的部分 一般是promotion 那我们讲的是沟通、communication 等一下这个4P跟4C都会讲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管理的活动 就是包括规划、组织的领导、用人 你的控制等等 所以网络行销 基本上就有哪三个活动 透过internet做行销活动 做管理活动 对不对 那行销活动 大家一直设定你的目标 好 你的目标 好 做 然后设定你的STP 然后设定你的4P加4C 然后做一些管理的management的活动 所以网络行销它是一个互动式的 不是单方面的 那我们透过internet的应用 提供客户相关产品跟服务的资讯 也让客户来参与整个计划的流程 以为止顾客并促进客户之间的关系 你要做行销 就是要跟你的客户去做互动 对不对 好 你比如说 你在粉丝专业上 呃 去这个 讲你最新的产品 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 好 让客户看得非常痛苦流定 想感动了 那它愿意帮你分享 那这个就是一个互动的一些概念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网络行销并会推翻传统行销 我们讲过好几次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其中考验的 可以来考一些是非题 对不对 请问一下网络行销 会不会推翻所有的传统行销 不会 它是跟传统行销是加成 相加相成的观念 所以网络行销 那当然是 协议第一次透过网络 呃 来卖东西 推销 推广你的东西 了解客户的 达成企业目标 那比较广义的就是 就是 只要行销活动 任何任务 是透过Internet来达成的 都可以算网络行销 所以说 你行销的活动 只要透过Internet的 我们都可以叫网络行销 所以呢 就是说转型中的行销的思维 旧的行销思维 就跟产品连结在一起嘛 推行所谓大众行销 专注在产品销售 获取新的客户 提升市场占有力 服务任的客户 大众媒体进的沟通 制造标准化的产品 新的不一样 旧的是以产品为主 第二我们是以客户导向为主 所以 要跟客户连结在一起 甚至客户 觉得他喜欢这个东西 他在网路上跟你订购了 你再来生产 对不对 那以前是以销售谈命为主 现在以市场顾客为中心 那以前是大众行销线 1 to 1 你可以写个mail给他 跟他讲 今天有促销 或是你可以在line的广告 今天来买特别便宜 然后专注在顾客的价值 那以前 大家就会想到说 我怎么争取新的客户 对不对 那新的市场市场也是要 把老客户呢 绑住 不要让他离开 然后提升顾客荷包的占有利 服务有利可图的顾客户 就说 以前是任何客户 我们都服务对不对 现在我们是专注在那个 有利可图的客户 这是CRM的精神 同学注意听喔 CRM的精神就是 客户关系管理呢 很多家都显示 他们只要留住 这个有价值的客户 这个企业就会赚钱 花钱行囊 你要在里面去存款 没有100万他跟你收取 账户管理会 保管会的 为什么 他认为 反正我要的是有钱的人 到这里来 我可以专注这些有钱的顾客 我不要量多 但是他们可以产生价值 那我可以产生价值 我可以只要服务这些少数人 所以你就可以提供比较好的服务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他要订这样 你存款没有100万的话 对不起 我要跟你收商户管理会 对不对 这是服务有利可图的顾客 你这些没有 存款一点点呢 然后造成我这个作业上的负担 然后常常还有时候还来 呃 543的打个电话来骚扰我们 说什么你的账款怎么样子 很麻烦的喔 这些人 不要来我们这里 那你要进行媒体沟通双销沟通 然后研发的东西是客户需要的 不是标准化的产品 所以传统行销 都大概就是那个区隔 对不对 STP segmentation 好 老师刚才不是讲 STP segmentation 就是市场区隔出来 对不对 你要做哪一方面的市场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请问一下HTC的市场区隔是什么 如果是他手机卖1万多块的 人家2万多块 他1万多块嘛 如果你的手机 可以做的跟iPhone喔 一样宝一样好 同学没有发现说 这个 还是有机会争取到很多客户 来跟他买认同 因为终究这个品牌上面 iPhone是一个强势者 你要跟他拼 在相同价位底下 是有点困难 对不对 这是有点困难 所以这个市场区隔 还有目标市场 要选到你的目标市场 就是targeting 最后presenting 的意思是指市场 你要把它做定位 所以传统行销就是太复杂了 网路行销就不一样 对不对 定位要非常清楚 网路族群区隔 也要非常清楚 所以各位同学 htc怎么去帮他自己做定位 做网路行销 我刚刚是不是指出 他们公司要走的路 对不对 其实如果有htc 其实我们也可以跟他谈看看啊 就说 我们整个班级 都帮他做网路行销 网路行销 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的原因是 我们做网路行销 还要制作影片 制作广告啊 对不对 还要赚企划书 其实 这工作起来 还蛮多的啦 可以很多人一起来做 对不对 那 你怎么去做产品定位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刚刚讲传统行销 定位复杂 产品 就是为市场的主流 对不对 那我记得也是一样喔 在电子商务之前呢 有的那个专辑喔 他不像周杰伦啊 江会啊 那些这个量都可以卖很大 但是有的专辑呢 量虽然很大 但是 其实买了很多 但是通常你没发现那个店喔 有限 他能摆的位置很有限 对不对 那卖音乐的那个CD的店很有限 那电子商务就不一样喔 他可以把那些 卖比 主要次多的这些呢 可以把它集合在一起 因为 网路上你要摆多少 都可以摆得下嘛 那 就可以造 可以有很多利润就会出来了 好 所以主要在这里 所以价格啦 通路啦 对不对 配销 对不对 这个place 应该是讲通路啦 喔 同学他这个 你们可能要改一下 课本是第几页 place不是配销 place是讲通路 喔 对不对 我上个礼拜不是有讲过 卫权本来有他的自己的通路咧 好 二三十年前因为他亏损啊 就被砍掉了 啊seven 其实那时候也是亏损 人家又有眼线就抓了 所以 现在seven 统一要卖他的东西 都透过seven去卖 对不对 就卖得出去 但是呢 光权啊 卫权啊 这几个他们就 只能透过全家来卖 就差很多 对不对 这通路啦 不叫配销place promotion是推广 这样 然后最后是做品牌的东西 那传统行销开始不一样了 通路的部分 我有时候可以虚拟化的 可以在网路上去卖 不需要库存 为什么不需要库存 啊 沉浸什么是吧 你躲起来 你真的很害怕 好 为什么可以做到零库存 无库存 无库存 那东西一定会用到库存 为什么不会 为什么可以零库存 无库存 想看看 为什么你在网路上卖东西 可以做到无库存 无库存 这样喔 就是 有一个重点喔 叫货多少也要仓储嘛 这个叫三方物流 没听过 三方物流 三方物流就是说 我接到订单以后 把这个订单 pass给原来的工厂 对不对 由第三方直接送给他 了解意思嘛 所以当然可以做到零库存啊 没有仓储啦 对不对 所以成本是不是很低 哎 你不要看了 做生意 库存的成本是很高的咧 有时候你资金会周转不领 因为库存太多了 你有赚啊 但是你赚的 都全部放在库存里面啊 对不对 啊 说蓝天一脸 那个库存如果过期了 哇 全部爆掉 你本来之前赚的 不是全部赔回去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是讲这个 那promotion呢 以前是单方面 我给你推销 现在不是啊 就说 有充分的资讯 你在网路上卖东西 你可以把这个资讯 接入在网路上 非常相信 然后你可以有互动的行销 对不对 成本比较低 互动行销就是老师讲的 他常常在这网路上按什么按什么按钮 我们就知道他 他的喜欢的点是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他的 他的有兴趣的产品是在什么地方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对他来做行销 直接用email的行销 或什么行销都可以 那 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跨国的活动 成本比较低 所以英文很重要 同学 你们做网路行销的时候 尤其做电子商务 你一定要想到我可以卖到国外去 我们台湾东西真的太便宜了 我到全世界购过去 台湾的东西最便宜 你 记不记 连那 到那个泰国去喔 去吃那麦当劳 我觉得那个麦当劳的价钱 好像比台湾的几乎还贵 还贵喔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挪威的麦当劳要多少钱 一克套餐六百多块 最便宜的 吓死人了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 你电子商务可以卖到国外去 其实很赚钱喔 对不对 我记得以前 东京卓裔有没有 有两个夫妻有没有 他因为事业伙伴结尾夫妻嘛 他们就专门到那个 松山那个 那个叫什么卖衣服的 那个叫什么 台北松山不是有个地方叫 五分浦 他们去 他们去收购人家衣服 在网路上去卖 很赚钱的 都卖到国外去 因为日本人很多人来买 吓 对不对 吓 台湾人 其实蛮有爱心的啦 日本的331大地震的话 台湾捐多少钱在里面 世界各国台湾捐给他们最多钱 你们知道安倍最近不是有集体智慧权吗 现在要扩通这个为什么 这意味着如果台湾纳入安保的 美日的安保条约里面 台湾如果受到中国大陆攻击的话 日本跟美国可以来干涉这个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人在骂安倍啊 其实我们不要骂他 其实现在 呃 我们的敌人应该算是 大家就知道 推占谁对着我们 就是我们敌人喔 那事实上我们的盟友是谁 其实大家心里很清楚 所以说 天下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啦 美国跟英国曾经当敌人国啊 自从美国独立以后 这两个人就像一个bodybody一样 你们要一次接到二次大战 美国都是为了英国去参战 好 因为他们都是呃 都是想讲统的语言喔 所以现在 表面上说 中国大陆是 台湾的敌人 没错喔 其实 世事都难料啦 日本也是一样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 呃 1900代的时候 因为电视上的 以前电视的那个 呃 呃 广告非常流行喔 非常好赚 但是1900代末期 开始遥控器出现以后 随时人家看到广告可以转过去了 所以 变成消费者已经取得 呃 这个主控权喔 那现在滑鼠就这样 我在你的网路上 不不爽 我随时按一下 我可以 可不可以移到其他网站去喔 所以现在主控权都是在这个 消费者的手上 喔 那网路行销 叫做大家建置到 刚刚有讲过 商业行销的资讯科技里面 喔 刚刚有大概讲这个概念 就资讯科技行销 还有这个 商业 喔 就构成我们的 Internet Marketing 喔 那这个 图呢 是Hansen 在2001年发表的路文里面 所画出来一个概念 喔 这一个老外叫Hansen Hansen 是你们导师的英文名字 但是不是他写的 喔 你们知道你导师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Hansen啊 就这个 但是我讲的不是他讲的喔 我这个不是他讲的喔 不可能 对不对 我是不是讲过 就前气管系 大概就导师最为写论文了 喔 所以 如果讲写论文 大概就不要考虑其他人了 喔 好 再来是指电子行销 有一些背景喔 所以我们这一 这个 这本书里面 大概 同学大概第一章就讲概念 第二章 讲 网记网路的 电子商务啊 行销概念喔 那我们在第二章里面 就开始来讲什么 对不对 就是这一章里面就讲 行销机可能不概念 网路行销 对不对 好 那再 第三章就讲 网路行销的一个科技的眼镜 喔 是不是 第四章 跟你讲什么叫STP 喔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STP 市场的区隔 对不对 市场的定位啦 啊 喔 这个市场的推广 那 第五章就讲 4P跟4C 4P 4P 4P不是那一种 4P的3P 4P 那个4P喔 这里的P市值 好 讲这个价格 Price 对不对 讲Promotion 讲Price Price通路 喔 是不是 好 讲Promotion 就怎么做推广 4C 4C 后面会讲 这是第五章要讲的 那我们第六章要讲的是 顾客的需求跟欲望 喔 刚刚是不是讲顾客的需求跟欲望 做行销 对不对 你要先看需求欲望 需求跟欲望有什么差别 对不对 沉静什么 是不是 对啦 这两个需求跟欲望有什么差别 需求是你的你想 欸 需求是你需要 欲望是你需要 真的 哈哈 欲望你想要对不对 但是 一个好好的别墅你买得起吗 好 对啊 所以你就不会考虑对不对 但是 就说你买得起的 这就你的需求 对不对 好 有购买力的 好 那 那 这个 刚刚讲4PC里面 以前是讲这个 讲顾客的沟通 以前讲Promotion 对不对 推广 这个 行销啦 推销 Promotion是推销啦 行销 那 我们现在讲的是顾客的沟通 那 4C里面讲 以前讲Price 是讲顾客的成本 Cost 在通路的部分 是Price 对不对 有没有 老师刚刚是跟你讲说 这个 错了 有没有 就是讲通路 现在是讲库客的便利 那我们第10章才开始来讲这个 往社群的行销 那 第11章我讲APP的行销 这些 所以 同学 同学大概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第二章要讲的结构 大概 整个这一本书里面的学校概念就在讲这个 那我们会有一些穿插的活动啦 就是 我们来 教同学做这个微电影的 的制作 那现在环境还没有 prepare很好 没关系 我们先讲一些概念 然后我们再看看 我们这些微电影要怎么制作 对不对 才可以达到行销的作用 好 正式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